就在近日,网络上晒出了几张46岁的知名艺人周迅 在深夜收工却手捧一束红玫瑰花的照片 他的这一次被拍摄,纷纷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猜测 让不少人都质疑了,或许他又有了新的恋情 从网友们分享出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了当晚的周迅 他身穿着一件白色的宽松短袖,以及佩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 他那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更是自然随意地披散在了两边的肩膀上 显得整个人的打扮都十分低调 不过也能够让人看出了,虽说如今的周迅已经46岁 但是他的颜值依旧还是在线的 即使一个简单随意的打扮,都能让他看上去非常的显得年轻 只是他在这一次的被拍摄当中,手里捧着的那一大树红色玫瑰花 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猜测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了,他从一个酒店当中走了出来 并把玫瑰花捧在自己的左手上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走上车去,而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随从的助理走了出来,两人才一起走上车离开 他的这个举动被不少的网友们都称赞到了 身为一位影后级别的他脾气真的很好 并且当这几张照片在网络上被分享出来之后 网友们都纷纷热议了起来 有的人先是好奇地问到了,这玫瑰花是谁送的呢 而有的人则是调侃了,周迅姐姐什么时候可以来她的梦里拍一次电影 甚至还有网友评论到了,周迅姐姐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 虽然这样拍出来很好看,但是记得健康第一位哦 并且还有的人留言到了,姐姐真是辛苦了,一定要好好休息 不少的网友们对于周迅的这一次被拍摄到,除了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外 还关注到了在她手上捧着的那一束玫瑰花 因为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就在去年的时候 她宣布了与自己的前夫高盛远离婚,当下是属于一个单身的状态 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刚刚关键恋情和结婚的时候 还曾填倒了不少的粉丝们 只是他们的那段婚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的产生了间隙 直到最后分道扬镳 不过据说离婚后的高盛远,在当下却过得十分的潇洒 就在前一阵子的时候,还曾被拍摄到了在一家酒吧中 裸着一位神秘美女一起玩,似乎是又有了新的恋情 然而在离婚之后的周迅,如今却依旧是单身的一个人 但好在她的状态非常不错,经常给人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因此应该已经走出了离婚的阴霾 并且她的这一次被拍摄到了,深夜抱着一大束玫瑰花现身 而让不少的网友们都纷纷猜测了,有可能是谈了新的恋情 然而当下的这一些,都只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周迅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不过作为一个公认的实力派演员 周迅在娱乐圈中的人品和口碑,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如果真的有了好消息,相信周迅方面会在网络上公开的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过多的去猜测 让他们拍摄自己这张搜估题 如果他们虽然请回 mat和凰